大家好,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奈飞科幻网剧第一季的第八集 这也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电影开始时,索尔送约会对向诺拉去等待Uber 在路边,索尔意外被一名滑板少年撞倒 正当他刚要起身时,突然看到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向了他刚刚站立的位置 而诺拉不幸被撞身亡 显然,车祸是针对索尔的 如果他刚才没有被滑板少年意外撞倒 那么被撞身亡的就是他 事实证明,这一推测是正确的 后来在警察局,大使告诉索尔 撞到诺拉的那辆车当时正处于自动驾驶模式 接上其他两辆相撞的车也是自动驾驶 警方有理由相信,这三辆车的车载电脑被某种方式黑入了 且他们的真正目标是索尔 为了安全,大使要求索尔穿上防弹衣 并乘坐专机秘密飞往联合国总部 针对索尔的一切安保措施都是最高级别的 在联合国大会上,秘书长宣布了一个名为面壁计划的策略 当前的世界处于战事状态 尽管可能要过几个世纪真正的大战才会爆发 但三体人已经向人类宣战 迫使我们必须自保 三体人通过质子随时监控人类活动 使得我们仿佛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然而,面对一个能够监视我们一切行动的敌人 我们应如何保守秘密 尽管质子拥有强大的能力 但他们并非全能,不能读懂我们的心思 面壁计划正是基于这一点 通过策略性的隐秘行动保护人类的内部秘密 联合国选定了三名特别的个体来领导和制定战略计划 他们被称为面壁者 这些面壁者在策略上将完全独立行动 他们的计划只在大脑中构思 不与任何人分享 直到执行的时机成熟 他们被赋予极高的权利 可以动用所有资源 只要不违反国际法 他们无需对自己的行为或命令做出解释 即使这些行为难以被外界理解 首位面壁者是侯伯林将军 一个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军事历史学家 他在解决冲突和实现和平方面 拥有深厚的知识和经验 第二位面壁者是雷拉教授 他以非凡的战斗技巧 和在劣势中取胜的能力而闻名 最后一位面壁者是索尔 虽然他和联合国秘书长都不清楚 为何他会被选中 但多次暗杀企图表明 三体文明极度重视他 索尔的任务不仅是执行计划 还需要探索自己的重要性所在 索尔拒绝成为面壁者 并且拒绝了大使提供的保护措施 坚决独自一人走出大楼 他刚走到宽阔的空地上 突然被狙击手射中 幸运的是 子弹击中了他的防弹衣 尽管如此 来自338口径狙击枪的强大冲击 仍致使他断了一根肋骨 这次经历让索尔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他终于接受了大使提供的全天候保护 此后不久 袭击他的狙击手被捕 揭露了他们竟是地球上的三体组织成员 在阶梯计划中 探测器的发射倒计时正在进行 在飞船设计的最后时刻 维德同意了成井的一个特别请求 他在装有威尔大脑的探测器旁 放置了几种种子 小麦 玉米 豌豆和辣椒 这些都是威尔生前最爱的食物 这些种子让探测器的重量 足足增加了18克 发射后 探测器顺利展开齐辐射帆 并通过了前三个合爆加速点 然而 在通过第四个合爆加速点时 一个螺丝意外松动并脱落 导致探测器偏离了预定轨道 使得发射最终失败 现在 搭载着威尔大脑的探测器 不知将在茫茫宇宙中飘向何方 在返回的专机上 三体质子突然黑进电脑 告诉维德 很遗憾探测器发射失败了 并期待几百年后 三体舰队到达地球时 见到冬眠苏醒的维德 到时三体一定会给维德 留下一处七生之地 事实上 三体原著中 尽管探测器偏离预定航线 但最后还是被三体舰队捕获 并复活了里面的大脑 相信奈飞在下一季中 也是这样安排的 在深夜的泳池边 成井和索尔因为发射失败 异常沮丧 探测器大概在六千年 会越过第一个恒星 然后再过五百万年 就会飞出银河系 此时 大使走过来坐下 轻声提醒他们 不要因为输了几场仗 就放弃整个战争 索尔却只是呆呆地说 我们是虫子 这是三体质子降临地球时 在全世界的电子设备上 显示出来的话 大使没有放弃 他强行带着两人去兜风 来到一片水域 那里 漫天的虫子在飞舞 它们一直被视为害虫 人类试图用各种方式 消灭它们从天空喷洒农药 地面释放毒药 甚至尝试绝育 大使只向这些不屈不挠的生命 深有感触地说 看看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 这些虫子总是生生不息 他道出瓶中最后一点酒 向地上一洒 低声说 敬虫子 随后 他告诉成锦和索尔 是时候回去准备更艰难的战斗了 他们回去的路上 成锦和索尔的心情 逐渐被大使的话所激励 好了 第一季的所有内容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对我们分享的剧情感兴趣 请不要忘记点击关注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精彩的内容 感谢观看